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九十五 十八十五 这就是你的房子 这是我的房子 既然是商医介绍的 那咱们就开门见山吧 没问题 就说吧 听张医说 你家条件不错 你家几道房 房子 有三套 这套最小 一百四十的 可以 这么多 那剩下的都什么房子 还有一套别墅 还有一个三百平的大平层 可以 达标了 那咱们先不说房子 你平时出门开什么车 车很多 平时开的都是这个 还不错 这叫还不错 这也不算什么 我觉得这些基本能够配得上我 以后你这个房子重新装一下 给我爸妈煮 像是父母应该的 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我从小娇生惯养 结婚以后我不上班 你每个月给我两万的零花钱 另外再给我配一辆一百万以上的代步车 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可以 还有啊 我不喜欢冬天 十月份以后我要去三亚度假 你就不要去了 我喜欢和我朋友一块玩 还要我去 可以 最重要的一点啊 我不想见你们家亲戚 家里以后不许他们过来 还有什么问题 一起都说完吧 暂时就这么多 目前还没想到 等我想到再告诉你吧 哦 那我能提个要求吗 你们先去洗个脸吧 你有病啊 你打我干什么 哎 大家猜猜女孩为什么突然暴怒 打了男子一巴掌 答案下期评论区知名